你 喂喂 Hello 大家好 今日是2019年9月22日 那那你蘸不譏我馬后炮我 上一兩個星期那集已經講定了 是不是 今个星期他会做的事,哎,那,常常叫你帮人不要用,怎么说呢? 我知道,这些私了的东西,有时都需要的,问题你要明白吹什么风嘛,啊,就是说什么呢? 我上个星期,重复一下第三集的时候,我说今个星期会做什么的? 这两个星期会做什么的?走去美国国会那里游说嘛,这个第一点啦, 第二点就是会做些镜头出来,做些镜头出来,跟着就capler,你看看多暴力,那之后呢,就送过去外国那里的嘛,是吧? 那第三样东西我就叫大家尽量不要出去啦,他会辣兴你的嘛,啊,即是,啊,快点存起了些文宣啦,继续做文宣,不要停,不要停,你不要以为实过眼,就算过眼都未必加辣这样那样的嘛, 那第四样东西我说的就是呢,这个高官啊,会四出周围去吹和风各样的嘛,第五样我说的就是他会吹和风的嘛,于是乎就说些文宣各样的去分化的嘛, 记不记得我说过这样东西啊,前一二三集,不用我重复了嘛,是吧? 即是下棋呢,你想到别人几步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赢那个,反过来你就输那个,很简单,那希望大家帮忙做多点文宣啦,英文啊,你不要在这里做广东话,麻烦,文意就不会逆转的啦, 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传到世界各地的呢,可不可以啊?那讲几篇新闻啦,啊,那就和这个高官啊,有关的啦, 即是你看到邱腾华走过去这个,哎,看到这些新闻就很生气的啦,这个邱腾华访乐忏基,宣传大湾区,现在知不知道大家需要做些什么呀? 是啊,我没说错啊,你需要趁这个时机去唱衰香港,可以不可以?唱衰香港啊,麻烦,用英文各样的文宣去唱衰香港,让他死多几钱重,可不可以啊? 这些叫自知死地而后生啊,你不加速他那个过程的话呢,他有机会休息一休息,哎,死无葬身之地。 那这个态势是怎么发展,我说了你听,出现什么事先好不好?第一样东西,公私合营, 你会见到呢,他不断地走过来啊,那些中资啊,不断地购买那些香港的企业,一来他要赚美金,二来他要更加牢牢地掌控住你啊, 二来呢,以言入罪,即是大兴民自辱,你见到他将你那些乱讲的那些, 那些国泰航空的机师啊,空勤人员啊,以及你党铁里面那些员工啊, 以及公司内部的,例如汇丰啊,那些的人员呢,不断地洗血啊,我们叫洗血, 即是谁不听话就洗走你,饭都不给你吃,啊,那我说了一样东西先啦,如果大家可以团结一至最后就会赢, 如果脱下脱下,逐点逐点被人分化的话呢,那就会输,是啊,你可以输到很惨的, 你自己选择咯,即是,我当然就想香港的未来啊,是好的啦,但是,你想长期和短期都好是没可能的嘛, 你短期一定要有阵痛的,你想没有阵痛就生到个儿子出来玩东西啊,你问一下女士们, 有没有毛痛分娩的,落麻醉剂都痛的嘛,但是长期你会培养到个幸福感出来的嘛, 跟三仔一样的嘛,我们要紧跟习主席主指示才行啦,敢于两剑,敢于斗争, 凡事敌人反对的,我们要支持,凡事敌人支持的,我们要反对, 那你想一下,他没当你朋友的哦,是不是呢,即是,继续在这里洗血的哦, 以言入罪的哦,大轻云自欲的哦,即是,是铲除异己的行为来的哦, 那就是说,他绝对不是啊,啊,你们的所想的催和风啦, 我之前都讲过的啦,博弈理论嘛,你没去到这个叫做Loss Loss那格呢, 你没可能逼他去到一个叫做Loss Loss的环境的,即是大家都零零的时候呢, 才可以逼他去到那个Loss Loss的环境的,如果你想着, 不断这样一零一零的时候,最后呢,就只会是继续一零一零的,啊, 那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啦,即是剝削只会制造更大的剝削, 所以呢,你要做的东西就一定是,一定是,去做这个叫做Loss Loss situation先的, 你要有心理准备做这样东西的,即是最近呢,那些杯葛红旗那些活动呢, 那我见到都很成功啊,即是例如,这个美心,丑心啊, 那就要出来sell面包啦,现在,那还有富林啊,好像汁汁的啦,是吧, 那是吉野家就不知怎样啦,那就还有兜呢,之前那个黑芝麻醬呢, 总之那些黑芝麻醬不方好东西啦,还有士多那些啦,啊, 他有整个列表的,我记得是这些,啊,记得是这些的而已,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时间就做多些外国的文宣, 那之后,我又开一集讲,为何要做一个叫做外国文宣, 而这样东西是有其用途的,那视乎你是一个closed system, 还是一个open system的,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呢, 即是开放世界,我说一个open world啦,如果你是一个open world里面呢, 这些外国文宣才有用的,如果在一个closed world里面呢, 你怎样做都没用的啦,叫天不应,叫地不民, 其实他都很好地示范给你看的,我想你都感到一点的, 你看下大陆里面那些维权活动呢,是怎样被人打压你就清楚咯, 无论,即是你被人打压完了,你想着上访啦,维权啦, 你最后被消失都不知道什么事咯, 即是所以,他可能车你去四环五环那些位, 跟着当低端人口垃圾焚化炉处理, 找堆土机埋了你的屎,或者就在坡树里挂住你的屎, 或者在水塘那里,有一条八灵吊死你,就算了, 你是没有say的,即是最弱小那群人, 那当然啦,香港人不是要求什么, 要求有一个合理的人的生活, 而不是非人的生活而已, 那说回这个林郑的老琴, 就叫邱腾华,在9月20号, 其实不止他的,还有那个陈兆祠, 即是那个Modental小丸子, 我觉得也是小丸子啦, 那邱腾华就9月20号, 去美国洛杉矶,有两场, 就是贸法局,女法局举办的大型活动, 主要是什么呢? 说浪费公帑的,真是, 推广香港在商业,旅游方面的优势咯, 那你懂得怎么做啦, 推广香港在商业和旅游方面的劣势咯, 例如商业上, 那你见到开始有些大陆的假货下来啦, 那些铁路会出轨啦, 例如旅游方面的, 你讲一下有些大陆人周街拔市啦, 还有那些铺铺周街打人啦, 这些东西, 那他结束了四日访美的行程, 竟然走到美国, 一定暗马底做交易, 在那里说, 你不要制裁我呀, 其实我怎么怎么怎么的, 还在那里打鼓呢, 这个人, 那呢, 贸法局啊, 这个迈向亚洲, 首选香港的论坛上面, 就是大家你懂得做啦, 你就要令全世界怎样呀, 远离亚洲, 抛弃香港, 那邱腾又展述香港多方面的实力啦, 他就说, 商业以外多个范畴都有很广泛的优势, 是有国际联系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即是他讲自己的free trade啦, 自由贸易讲的嘛, 没有关税的嘛, 以及在国家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那他又提这个东西了, 粤港澳大湾区想困人落搭啦, 那谁落搭那些死鬼佬就抵死啦, 有时, 即是你看回1960年的时候, 很多人走了上去投资的, 都死于非命, 那些回国建设的华侨, 以及那些农民, 即是想着中国会好起来的农民, 全部大饥荒, 就清洗了一亿, 那帮人抵死啦, 是啊, 我看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那帮人抵死啦, 不好意思, 谁叫你做人那么蠢呢, 没办法, 那他继续说, 香港可以继续吸引外资, 将区内和海外的商机联系起来, 那你又将他断裂开的时候就对啦, 那邱藤华就说, 一国两制下, 一国一制的, 现在, 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 是的, 那你可以跟他说, 人大释法各样的声音出去啦, 还有最近好像说, 基本法那些呢, 都断了, 说什么, 香港人不受濫暴濫告那些呢, 都交叉了嘛, 至少在那个, Draft那里呢, 登出来给你看啦, 正本就可能有的, 但是他, 那个简本已经CUT了啦, 我见Facebook他们不停地分享, 那还有, 法治, 即是有独立的法治, 那你就说怎么濫暴濫告啊, 六七年暴动的时候呢, 都只不过是囚三年, 而梁天琪就囚六年那些, 那他说低税率, 这点我认同的, 还有简单税债这样, 那资金呢, 就自由流通, 你可以跟他说, 人民币那里, 怎样用些债券啊, 就在那里夹水啊, 随时整个金融系统崩溃啊, 木迪那个, 信誉评级已经下降了, 这些东西啦, 那他说香港是世界级的金融市场, 那你就传过去那个资料, 就是这个港交所怎样手机啦, 还有那些大陆企业, 怎样来香港洗黑钱呢, 还有帝市怎样公私合营, 就驱港这个华资, 不是, 驱港这个港资, sorry, 那还有却越的专业服务, 那你就说他现在那些医疗, 怎样不跟程序啦, 洩露病人私隱给PoPo啦, 还有你看下警方的专业服务是做到什么款啦, 还有党铁出轨那些事啦, 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障, 哟,笑话啦, 真是, 完善知识产权保障, 那你可以给他看一下淘宝网啦, 那些鬼佬朋友, 那他就说呢, 为商界提供有利营商的环境, 那我跟你说呢, 是很恶毒的一件事来的, 你呢, 回到去投资的时候, 投资了之后呢, 走得到才是你的, 在中国的投资, 你看到马云什么款啦, 马化腾什么款啦, 是不是, 就是他就关门打仔的, 你进去那些钱就是我的啦, 你去投资就捉你好运, 那他继续说, 香港是企业进军中国蓬勃市场的重要门户, 是啊, 所以你shuck the door, 香港和中国签订的内地香港, 建立近近密经贸关系安排, 哇, 即是他说回SIPA, 我想说03年SIPA的时候呢, 我见到他写的那些东西呢, 说什么医生可回内地执业啊, 各样啊, 哇, 我在想, 那时候我真的在想哦, 那就发达香港人, 为什么啊,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个香港医生想去执业, 你就发达了, 但是袁Q来呢, 他那些是什么啊, 大门开, 小门不开啊, 即是他说就说给你做, 但实际上你上到去呢, 麻烦那些乡亲父老啊, 要认证了你, 你才可以做, 那结果当然, 你没有那么多疏通费的嘛, 你是不可以做的, 行不行啊, 说的就是用来, 不过是骗鬼佬啦, 所以他去美国骗鬼佬而已嘛, 那他说, 大大足进, 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 和投资活动啊, 那我都说了啦, 其实, 那些高官就会一直四出在那里, 访问啦, 做宣传嘛, 那香港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要逼他就范哦, 现在是不是, 那你要做的就是, 一件事情叫反宣传, 那他一个人做, 你就十个人帮他, 做个反宣传, 那就是, 啊, 智性之道啦, 只可以这么说, 那大家就要有充分的文宣啊, 各样那些啦, 你是揽炒派的时候呢, 你是应该, 去努力做这些事情才行的嘛, 对不对? 其实没有的一个社会, 人家制定了一个 theory 出来, 当然是有他的原因啦, 我们说, 坚尼系数过高一定会引来社会不稳, 为什么呀? 就因为坚尼系数过高的时候, 那你整个社会赚钱都不是我赚的啦, 就这么简单,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那些贫富大众当然就是, 会有个生产阶层的断裂啦, 我们叫做, 生产阶层的断裂啦, 简单说就是台工, 台工呀, 这个反而是马克思的思想来的哦,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 我们都是紧跟各哥指示的, 对不对? 不过这样啦, 我们又继续看一下, 未来的发展如何啦, 那就, 其实那些太过流血的场面呢, 就真是, 在十一之前最好不要出现, 那当然啦, 我之前有个恶智三啊, 那一集都, 讨论过这个问题, 即是, 露建不平,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都不知道, 可能召唤香港神兽又是不是有必要呢? 即是, 不知道, 不过你明知他今天搞事的, 即是那些十八区那些, 我都说, 最好你都是自己戒严啦, 自己回家, 休息一下算啦, 不过算是, 即是, 冲突不算太激烈的啦, 今天, 因为呢, 他都做不到些什么激烈的场面出来, 特地不做的, 我想, 是的, 但是, 就想, 有些流血, 即是, 那些, 那些, 福建佬那些, 是的, 即是, 被召唤神兽那些, 那都很克制的啦, 大家都, 至少是, 即是, 不是至少是, 而是那些有动人先的嘛, 那你都是, 合理防卫啦, 那你没办法的哦, 是不是呢? 那些福建丧丝, 又在打人, 又生, 又玻璃瓶, 有这样, 那样, 那我觉得, 用个灰鞋的处理方法, 又不错的, 有个好像, 即是, 被人剃了中间一分, 变了河童的嘛, 不过又不知, 哪个发型师帮他, 剪了个, 即是, 那些叫什么呀, 日本的河童妆, 我不会说的, 即是, 那个妆就真是搞笑的, 这种灰鞋的方法, 我又比较上喜欢的, 有个阿叔就说啦, 为国家而死, 是我的光荣, 那样, 那样, 跟着, 即是说, 自己要死呀, 各样, 接着, 记者就在问他, 即是, 他就说, 你既然要死的, 为什么不自己了断呢, 那样, 然后, 救护就跟他说, 你收声啦, 不要说那么多东西啦, 喂, 但是, 即是, 人家问得对嘛, 你既然要死, 为什么不自己了断呢, 都不知道什么, 什么心态, 下个星期, 他又可能不知道搞什么的啦, 今个星期就会文宣的, 又在这里谴责暴力这样东西, 是的, 我觉得他明天又是说这些东西的, 啊, 不是哦, 明天星期又去放假的, 林郑应该去吃茶的, 没有时间理理, 或者星期一才谴责啦, 老实讲啦, 即是, 我们呢, 就没什么优势的, 是优势呢, 就在于人多, 人多的话呢, 那你就, 你说不是哦, 大陆有14亿人民哦, 超, 要钱的, 那帮人, 那大家有衰懒惰啦, 那所以这一排呢, 就麻烦啦, 做多些English, 香港人最厉害的就是English, 好不好啊, 外文啊, 好,今天分享到这里, 很多组织状, 吃十多种那一些 above, 体白蜘, 还在下面 salvation走路, 西呢双街, 明天底 ligne жизни, 很久先衔地不 clear隔游 Oke dav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